秦穆公 秦穆的朋友变成了对手 与此同时 曾经患难与共的陈流 也在期待着 对十九年艰辛的报上 而那些曾经不共戴天的仇敌 一个个又在作何打算呢 寡人 为了答谢崇尔公子的盛情 勇师六月如何 六月七七 容车即赤 我夫妻成于三十里 亡于出征 辅佐天子 公子快快下拜 受秦君所赐 这 这是为什么 秦伯迎送六月 是把辅佐周天子之重任 交付给静公子 崇尔 敢不下拜 春秋又是诗的时代 按周朝的礼节 诸侯之间交往 常以诗歌向畅达 借此表达心志和愿望 这就是诗言志的由来 老练元淑的崇尔 正是利用了诗歌的多异性 为日后与秦国争霸 抢占了仙计 大爷们飞回家 渡过这条河 我就该回国腾军了 公子 这些东西留着有何用 扔他 你走了 没想到 公子未得富贵 先忘贫鉴 来日若喜心弃旧 公子 我们这些同手患难之人 当作残破器物 那岂不枉费了这十九年的心血 趁今日还未渡过 咱们就此分手吧 以后 以后 还有个相念 虎严 你 公子 公子称君以后 内有诸臣 内有诸臣 外有秦将 胡燕 不妨就留在秦国 给公子当个外臣 公子 公子 请收到这块运石 做个剑 胡燕 我们同干共骨 历尽千辛 总算熬到了几日 你何 是 你何出此言 臣自知有三罪 所以不敢相从 三罪何在 臣使公子受困于五路 此一罪言 使公子受曹魏二军之辱 此二罪言 在齐国 趁罪劫持公子 使你大怒 此三罪言 过去 公子正在流亡途中 臣不敢辞 如今 苦难终于熬尽 臣奔走数年 惊魂击绝 心力病好 就像这破席文一样 已经不能扑进 你的殿堂 走 留臣无依 去臣无所 我走了 胡燕 胡燕 你说得对 我若回到靖国 要忘记住军的功劳 子孙不成 和神作战 公元前六百三十六年 靖公子崇尔 在秦国大军护宗下 渡过黄河 晋军归顺 怀功被杀 崇尔在祖庙之地取卧 继位为君 这年 他已六十二岁 齐鼎国军 以四人前来求见 四人 国军 必须从都城来的 召他进来 国军召见 齐鼎国军 那四人不见了 不好 其中必有员工 快去追查 务必带回 来人会是谁呢 我们到房前 屋后探长 请国军不要离开此地 四人 难道 谁 果然你还活着 果然你还活着 难道不想我为何来吧 让寡人尽手宰了你 算你祖上有德 但不是来找死的 十九年来 你就像一条毒蛇 天天地咬着寡人的心 没想到 没想到 总算有了金钱 我错看了国军 你以为寡人是一个忘记仇恨没有血气的人吗 是我错吧 国军 视为宽宽宏大肚的民主 丁牙律齿 救不了你的命 不要进来 国军 寡人已经答应过他 既然我非死不可 就请国军 不要刺断我的喉咙 还是完除我的心吧 寡人成全你 挽出我的心 告诉静国 那些像我一样盼望搏斗宽宿的人 死了信我 从而 不是齐桓公小白 不计涉购之恨的民主 只在齐国 不在静国 国军 滚出去 谢国军 滚 小人伯迪 还没有报答国军 滚 女圣细锐密谋 趁你败为高兴 大军尚在高粱 将于明日半夜 潜到曲卧 就在这个新国 放火烧死你 波滚 要讲的话 一讲完 可以走了 过去 波滚 为何不留下来 报答国军的不杀之恩物 他已经报答寡人了 他活着 就是对寡人的报答 就是寡人对天下 对静国的无言宣告 由于及时得到 伯迪送来的信息 新军崇尔 一举粉碎了 汇宫 怀宫 党羽发动的叛乱 彻底结束了 静国数十年 内乱不已的局面 在功臣满堂的大典上 苦尽甘来的静文宫 却发现 又少了点什么 戒子推 戒子推 开门哪 我是胡彦 胡彦大夫 晚了 晚了 戒子推背着他母亲 已经到棉山上隐居 早就走 到甘山上隐居 扶着陆子在地上 去 还能起来 是俩 成功的 因此 毅血 会不会 已经悄悄离开了面山 不愿意 不愿意 不会 三角四周 都有兵士日夜把手 再说 戒子推背着他的老母亲 也不可能离开 母亲 母亲 您怎么不说话 来来 坐一会 可我还是想不通 你敢割下自己腿上的肉 给国筋冲击 可你怎么不敢 把憋在心里的话 跟他说一说呢 我不愿意像胡彦他们那样 邀功情长 说人家把你忘了 你又不说 可你心里啊 有怨恨 这有什么用啊 寡人 亲自上山寻找 找不到戒子推 寡人也就不回去了 国君 当年戒子推割肉现实 就是为了助你早日归国 如今 立国之初 百废待兴 国君岂能为义人 而务国家大事 那你说 怎么办呢 臣再去找 一定找到戒子推 臣再去找 一定找到戒子推 戒子推 对 提到国君 人们都说戒子推是孝子 因此他才背母亲上山引居 何不点火烧山 对 戒子推看到大火 一定会被母亲下山的 一定会被母亲下山的 过去 死处去寻找 万万不可 烧到她的母子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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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君 国君也到山下了 你把国君也惊动了 这么说 国君 国君想起我了 想起我了母亲 他想着你呢 那 那咱就下山吧 你上山 还等着烧死了 这就对了 你们君臣相见 就平安无事了 国君 他不是个亡恩富裕的人 他会加倍赏赐你呢 加倍赏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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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山 人们会说我 介子推上山隐居 是为了得到 国军更多的赏赐 那样的话 我这张嘴啊 今天事也说不清了 我不能下山 你 你宁愿烧死 也不让人说闲话 对 母亲 母亲 你说 你是打定主意 绝不下山 是吗 母亲 与其背着 腰功轻赏的罪名活着 不如让火烧死 可是 为了母亲 我宁愿 背着这恶名活下去 走 母亲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活不了几天了 母亲 我的儿啊 不能让你背着罪名 活一辈子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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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母亲 是 我靠帽了 我靠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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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儿,国际! 为什么不忘了我? 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啊! 女儿,女儿! 女儿! 女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座山就定为祭山 每年的今天定为寒时节 以后没到今天 全国上下要警觉阎国 让子孙后人千秋万代的仰慕 借着推大人的明节 让子孙后人千秋万代的境界 寡人 已受贤良的过错 六十三岁才坐上军位的晋文公崇尔 深知自己来日不多 继位之初 既与西方强秦和南方大楚 展开了斗智斗勇的三强争霸 凭着老练元熟的手腕和老当义壮的斗志 晋文公先以计谋挡回了东晋的秦木公 率先抢到了尊王大吉 接着又在成途大败骄狂的储君 并迫使周天子屈尊到晋军营地来见他 这样 茂蝶之年的晋文公 终于做了继齐桓公之后 无可争议的春秋霸主 晋文公继位不久 周王室又发生王子代篡权之乱 周祥王仓皇出逃 当年周游王烽火系诸侯一呼百应 而今的天子却成了诸侯手中一块烫手的山药 然而对于霸业在凶的晋文公 这却是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天赐良计 没想到 周湘王因为他弟弟王子代串权夺位 逃到郑文公那儿去求援了 天子蒙难 出居臣下范地 臣实在不安 有劳你们君臣来看 天子必居于此 生活有所不便 衣食用气是否有缺 臣下 臣下略备一些日用之物 进来献上 来人呐 台上供物 不顾日用所缺是小 现出居于此已经六个多月 不知何时能返回京都 心中着急呀 郑国立国 不能互送天子回渡 是啊 天子少待放心 我郑国虽力不足 晋国 秦国 可是当今的强国呀 但愿素来扶我 好 河上帝去了 大军是不是先在此驻扎极致 带称到晋国向崇尔通报一声 然后再继续前进 秦王宝将乃戴天行事 难道还要向谁通报吗 走 你记下 十七年 王出奔于镇 历时六月 无人秦王 写 请天子恕罪 围臣只是个私人 不是史文 擅自吐血历史 罪在天诛地面 你说朕 擅自吐血历史吗 围臣不敢 围臣不敢 那就快血 是是是 秦国的军队 已开进晋国的和尚 他们扬言要平定王室之乱 护送天子反周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当年不就是秦国的先祖 护送周平王冬迁的吗 寡人要亲自为秦伯 记上了一笔功劳 总算是有人管闲事了 管闲事 只怕他西边的秦蛮 要管天子的闲事了 南边的楚蛮 还不一定答应 只怕是西蛮南蛮 要管闲事 中原的崇尔 还不答应 若能秦王保驾 送天子返回成州 对我这个六十多岁 才当上国君的人来说 实在是位 中原称霸的好时机呀 他秦伯 连任招呼都不打 就率兵借入和尚 是想以恩人自居 插足中原 根本就没有把国君 放在眼里 话虽这么说 但对秦国 我们可不能以怨报德 这样不仅将失信于天下 而且还会树敌于背后啊 这既不想与秦国结怨 又不想让秦国称霸 难哪 陈月睡兵到和尚阻拦 带兵而去 秦境必然交战 万万不可 赵崔 陈盖 你能不能不带一兵一卒 用自己的舌头 拦住秦国的千军万马 臣只身一人 对 你只身一人 永远 毕臣赵崔拜见秦伯 乖乖免礼 臣是奉命而来 有何见交 敢问贵国挥石东晋 是不是为了护送周天子 从而也知道这件事了 周王氏与我晋国 原本都是姬姓的后人 乃为同姓 如今天子有难 理应由晋国为前驱 若劳失贵国 而毕国却袖手旁观 这岂不是对天子的不忠 再说 去年重而回国 曾返劳贵国出兵护送 此次若能替贵国护送周天子 这也可以报答国君的相助之恩 这么说 秦国为重而卖力还可以 要是为周天子 要是为周天子效命 就没资格了是吗 岂有此理 国君 秦王保驾乃各国诸侯分内之事 我看 我看谁敢阻拦 正是碧人 你 将军息怒 碧国要护送周天子 这不是重而的独断专行 可是 授权于贵国国君 寡人 国君不会忘记 在去年的送行宴会上 曾经为重而 吟送过六月 当时 你不是把重而 比作辅佐周宣王的 银姬府吗 是啊 寡人 是因送过六月 可寡人 是想让重而 像辅佐周天子那样 对待寡人 碧国将遵照你的重托 去郑国护送周天子 臣策来通告 臣愿亲近之好 万年永存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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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 我父继承三十里 忘与出征一朵天子 可真是一个忠义守信的人 他把别人打了 还要让别人笑 晋文宫靠赵崔的舌剑和进军的长歌 阙秦军凭周乱 周天子为世感激 将杨团四成化归晋国半途 尊王大齐到手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见他号令诸侯了 夫君心里有郁郁之情吗 是 我还想起当年逃亡在外的很多事来了 都快十年了 继位坟上的树 也该长高了 即将临死看我最后一眼时 我还在鸣定大罪之中 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 曹国大夫西夫记吗 怎么不记得 那时曹国的国君曹公公 听说夫君是重同病类 就非要让西夫记大夫把你请到宫中来 想当众让你脱下衣服好让他们看看新鲜 西夫记大夫冒着杀头之罪把你留在驿站 临送你们离开曹国之前 还特意在肉汤里放上玉璧 以做路途之用 是啊 姿姿 要是打下曹国 我一定要当年 重血洗大夫夫 怎么 国君要去打曹国吗 对宝京人生沧桑的禁门宫来说 这既是一次征伐 又是难得的故立重游 五路 当年起食得土的情景 仿佛历历在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去找一位 门宫 我们去找一位 咱们去找一位 今天我们去找一位 老龙 你找一位 老龙 这么说 女儿 你要呀 你别人就去 你别人去找一位 一个长着白胡子 一个长着花胡子 哦 知道 一个是我爷爷 一个是他爷爷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他们和金光打仗去了 那么大岁数还去当兵 他们不去我们就能去 那他们现在呢 我爷爷死了 他爷爷别死了 他爷爷别死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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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隆 来不返之地 传令 挨家挨户的 宋良宋周 遵命 国君 魏后魏大夫宁术抓到了 好 国君 禁卫两国可都是同姓 万万宽恕 你还记得禁卫是同姓 可当时寡人 到你的魏国城下时 你却一言不发地 把我轰出了魏 万万宽恕 万万宽恕 虽然不同姓 看在楚王的面子上 宽恕我吧 看在 楚王的面子上 前不久 小女刚刚嫁给楚王 那就最佳一等 启禀国君 曹伯带到 所以臣西伏记 拜见国君 西大夫 家中 可好啊 嗯 还好 还好 大夫有个隐情 尽管讲出来 醉臣不敢 红毛 你可按照寡人所说 保护了西伏记大夫的 家事和财产 这 那好 西大夫 请免我到你家去 提名国君 因为臣管教不严 陆下 向西大夫的家 给烧了 来人 将昭氏部下 战上 将红毛将军 割职 国君 国君 切不可因为罪臣 而伤手足功臣呢 红毛 你知罪了 臣随君 出生入死 纵有差错 在国君眼里 也不至于 连一个阶下 球都不如 早知今天如此 不如当初 像戒子推一样 让一把生火 把我烧死 国君 国君 胡盟 你竟口出此言 难道你想 治国君 以死定啊 什么 你想杀了我吗 来吧 哥哥 你 胡盟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西夫界大夫 是没操过臣子 凡能遇见到今天 你虽寡人多年 力尽千辛 难道 就干不到明天了吗 明天 明天怎么了 齐桓公的霸业 已成为昨天的事情 明天已成霸业者 不但在于用武 而在于痴心 以天下 你懂了吗 你用山火烧了自己 寡人之痛是一元爱将 可你的士族 烧了西夫界大夫的家 寡人 将痛是一天下 你懂了吗 臣 冬名 不忍 本想宽恕你 等你记住此言 那就革职不用 革职 臣 心悦臣服 但是 我只求国军 能允许我留在你身边 冲任 一介士兵 我仁 有你这样的士兵 何成天下 父母 为西大夫重建府院 多伤财务 是 将 罪臣 三生不忘 国军 你恩 我 不 既然恢复西夫界的财产地位 管也应恢复军位了吧 把他拉出去 这曹国的士兵 每一个人 谁说他的骨头 大王 大王 军府已经被 进军俘裸了 你可要救救他呀 崇尔已经派人来说 只要紫玉 撤出宋国 他就撤出 魏国和曹国 大王 那就撤兵吧 军府的性命 已经难保了 别这样 别这样 魏杨子玉 从宋国 撤出来了 西兵大王 魏侯曹伯 因为急意恢复自己的军位 不但依附了晋国 而且 还派人来转告 已经与我们楚国 绝交了 西兵大王 晋国联合北方大国 齐秦加上宋国 四国联合发兵 要和我楚国 决于死战 什么 是不可能 寡人有恩于崇尔 崇尔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大王就让臣令兵法禁吧 倘若不能恢复魏曹两国 臣愿意死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子豫违背了军命 并没有从宋国真正撤兵 大王 你一夜之间就让晋秦旗 宋贝朝都成楚国的敌人 你要宣寡人 与谁有我之中吗 大王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呀 今日天下 惩罢业者 非尽基楚啊 大王 大王 崇尔历经十九年磨难 重明事实 深得人心 如今 静国日胜一日 如若与之为战 必败无疑 不 大王 臣没有遵旨撤兵 于是死罪 大王若不让我领兵伐禁 将功折罪 那 臣愿现在 就死在你的面前 禁文公 迫使曹魏两国与楚绝交 也是为了进一步激怒楚国 骄狂好胜的楚国主将 令银子玉果然上当 他不顾楚城王反对 率领着包括 郑许 陈蔡在内的楚国联军 汹汹而来 禁军 则以齐秦宋国为后援 严阵以待 两军对峙 大战 一触即发 也许 老毛深算的 禁文公 在当年流亡 楚国时 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你还记得国军在楚国的宴会上 和紫玉的对话吗 这个 如果崇尔得以回国 自当历经图治 兴盛设计 倘若不幸 进出两国兵戎相见 崇尔当退避三社 假如公子退避三社 我王仍遇于公子争高下呢 崇尔指着左手之功 右手大剑 与军周旋了 与楚军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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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楚军自怨后退 九十里 追 与楚军相遇 与楚军相遇 � career 审方岭 与楚军相遇 有免 四军ASE 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将士们 我们晋国人能在楚国人面前推全吗 不 咱们的国军是谁 是历经苦难 明阳四海的冲儿 这样的国军能在楚国的蛮臣子余面前推全吗 不会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国军对楚王 退避三射的许诺 咱们的国军 是重信首义的 说到 就一定要做到 如果楚军 还要紧追不舍 到那时候 我们打起仗来 就更加理直奇怪 你们说 这难道是怕他自愈吗 不是 咱们连退三射 难道不正是被楚军的挑战吗 是 禁军一退再退又退 实践了当年崇尔 御楚军退避三射的诺言 三退而止 最后在魏国成福 扎下大营 还没吸到一个十岁 就要 胆小鬼 快给我追 走 sawf 银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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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姑娘 回去 刚才 寡人做了一个梦 帮你处罢 将寡人摔倒 牺牲寡人的脑子 这个梦 不急啊 于是开战 不力啊 打开 不 此梦打击 国军倒在下面 是面对上苍 是得到上天的帮助 楚王趴在上面 全面朝下 是在向国军低头 吸水脑汁吗 那就是楚王将败于国军的智慧 我心里 有些担心 万一我们失败了 别说耽误成霸主 就连整个中原的猪猴 都听他出国的了 我心里 好像有个蜘蛛王 我 越想拜托他 就越是死缠着我 当然 我禁锌 我进过 尚有大和之限 太行为平 总是失败 休养生息 还能再做机子拼搏 可惜 等不到这个机会了 过去 过去 赵崔 他的手在冲 快帮我 快 茫茫园叶 清早几季 快 把我在五路 留下的图给我 给我 快 快 让他 保佑我们吧 公元前632年4月 魏国成湖 一个血色清晨 春秋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 拉开了帷幕 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左转西宫二十八年 下四月雾尘 镜侯宋宫 齐国归附 催妖 秦小子硬 赐予成魔 楚师废席而射 镜侯幻之 此半月 战也 战而结 必得诸侯 若其不解 辽里山河 必不害 镜车七百胜 贤隐央伴 镜侯 登有身职御 以官师 愿 少长有礼 岂可用影 遂罚其目 以役其兵 己四 镜师 陈于深北 虚臣 以下军之所 当陈蔡 紫玉 以若熬之六祖 降中军 约 今日 并游尽 紫西 降左 紫上 降右 须臣猛马 以虎皮 先犯陈蔡 陈蔡 陈蔡温 出幼石棍 五毛 射二配 而退之 鸾枝 使渔叶台 而尾盾 处师 持之 圆枕 西针 以中军 公族 横西之 五毛 屠燕 以上军 加攻 紫西 除左 尸 溃 除师 半计 禁师 三日 环谷 坐 王公 于 剑谷 献 楚 服于 王 四界 百胜 无兵 前 王令 隐士 及 王 则 普 内 使 书 行 测令 禁 除为 侯伯 禁侯三词 受侧 拟出 بي という 取消 肯似 方 使 ri 能 硬 你回来了 是 辛苦了 是 你知道楚国的 规矩吗 失败者 死者 乌